第五天 抱持期待的心 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四节 撒加利亚的口历史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 称颂上帝 等待 你经历过吗 相信每个人都有等待的经验 而与等待密不可分的是 期待的心 我丈夫分享了他小时候等待的经历 他为了迎接圣诞节 特意从自己仅有的零用钱中 吃巨资 购买了一串闪亮的灯饰 挂在自己的床边 每天看着一闪一闪的灯 他的内心越发重视和渴望 圣诞节到来 使期待也渗进他的日常生活中 面对上帝应许得儿子这件事 撒加利亚不信的态度 使他立即成了哑巴 圣经没有提及 他是如何等待儿子的出生 以及等待自己再次开口的过程 但相信他的沉默 使他在等待期间 有更多的空间 反复地思考天使的话 不计其数 他专心关照自己的内心状况 期待着应许实现的那一天 最终 当撒加利亚亲手写下儿子 名为约翰时 他终于能够再次发声 等候了多时才能开口 相信说出来的话 肯定是他心之所系和有分量的 撒加利亚知道 使他能坚持等待的盼望 就是主以色列的上帝 他的任性 使他有动力忍耐 和度过那些哑口无声的日子 这个盼望 并不仅仅是上帝的名字 更重要是 上帝在历史中 一贯的作为和他的应许 这是上帝的子民 需要重述再重述的事实 唯有定睛于他 我们的等待才会充满希望 侍奉也不会落空 正如撒加利亚所言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圣诞将至 我们怀抱着期盼和渴望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等待不会落空 反思 上帝在我生命中是什么位置 我内心有多渴望 主耶稣的同在 在我们每天生活中 我们有否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们面前 记得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祷告 照亮人生命的主 求你将渴慕的心赐给我 叫我常常认定 你是我生命的至宝 纪念你的作为 叫我一生 行在你平安的路上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日读经 路加福音一章 五十七到六十六节 以丽莎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族 听见主向他大失怜悯 就和他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 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 叫他撒加利亚 他母亲说 不可 要叫他约翰 他们说 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 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就写上说 他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撒加利亚的口历史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 称颂上帝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 说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获录 ist 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